100年前的8月,宪法第19条修正案赋予了美国妇女投票权。 该修正案于1878年提交国会,历经40多年才被四分之三的州通过和批准。 美国宪法第19条修正案于1920年8月26日正式通过。 修正案中说,美国公民的投票权利不得因性别而被美国或任何州剥夺或者削减。 对于争取妇女投票权的选举运动来说,这部法律的通过实现了这个国家的立国口号,我们人民。 然而,他们的胜利是不完全的,非裔美国妇女要等到1965年投票权法案颁布后才能获得保护。 随着当代活动人士越来越多的将注意力集中在交叉领域上, 他们表示,这场斗争直到聚焦于工人阶级女性的经济问题才算结束。 第19条修正案可以直接追溯到1848年在纽约北部举行的塞尼卡福尔斯大会。 为期两天的峰会通过了权力与情感宣言,其中写道, 我们认为下述真理不言而喻,人人生而平等。 美国妇女选民联盟首席执行官维吉尼亚·凯斯表示, 在那个时代,女性拥有投票权的想法是非常激进的, 因为那是一个女性没有决策权的时代, 一旦她们结婚,任何财产,任何她们拥有的东西都变成了她们丈夫的财产。 在第19条修正案通过的前72年里, 妇女在地方上的代表性有所增加,政治上也取得了胜利。 妇女们走上街头争取自己的胜利,争取投票权。 就在本月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 她将赦免1872年因非法投票而被罚款的 美国社会改革家和女权活动家苏珊·安东尼。 1920年,第一次允许妇女在全国范围内投票的选举中, 共和党人沃伦·哈丁当选, 而这位共和党人在获胜后肯定会赢得女性选民的支持。 许多人开始跳当时流行的舞蹈《查尔斯顿舞》。 但是欢呼是有限的, 在美国,确保非裔美国人获得完全公民身份的法律 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 这意味着他们几乎没有从第19条修正案中受益。 《坏女权主义者》等书的作者罗克山·盖伊表示, 这确实是妇女获得选举权的百年纪念, 但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 所以看到这么多庆祝和纪念这个百年的活动, 真的有点令人沮丧, 因为我要说的是, 在过去的一百年里什么也没学到, 我们应该在2065年讨论这个问题。 那一年将是保护美国黑人选举权的 投票权法案颁布一百周年。 美国妇女选民联盟的创始人卡丽·查普曼·凯特 在1920年曾经说过, 争取妇女投票权是一个漫长的历程, 它由艰苦的努力和由胜利带来的心痛组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